西汉汉宣帝时 大臣杨韵大力整顿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获得了人们的称颂 杨韵认为自己功劳很大 就有点目中无人了 有一次 杨韵听说匈奴的首领蝉鱼 由于听信小人谗言 最后被人杀害了 自古以来 帝王们都喜欢听信小人的谗言 这些帝王 就像同一个山丘上的一群河 没什么差别 杨韵的这番话 最终传到了汉宣帝的耳朵里 汉宣帝非常生气 不久 杨韵就被隔掉了官职 成与一丘之河 比喻彼此相同 没有差别 现在多用于贬义 比喻都是一样的坏人 从古到今 那些贪官都是一丘之河 不把他们绳之以法 是不足以平民愤的 不得不得by 请不吝点赞